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阿撒摩阿治上二十六章第七到十二节 第七节这么说 也是大卫和亚比斯夜间来到百姓那里 见少罗睡在豪沟里 他的枪在头旁 插在地上 将你儿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亚比斯对大卫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求你有我拿枪将他 气透在地 一气就成 不用再气 第九节 大卫对亚比斯说 不可害死他 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而无罪呢 第十节 第十节 大卫又说 我指着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他或被耶和华指打 或是拾其道的 或是出战阵亡 我指着一节 我在余华面前 但不敢伸手害余和华的圣子 现在你可以 拿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 大卫从扫脏 头旁拿了枪和水瓶 二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心情 都睡着了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 沉沉地睡了 阿们 都尽到这个为止 今天第十节 你们 性情柔顺的人 就能 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色调 做到不宜 直列 在粗暴的言辞 对待二人 二事 柔顺的态度 并不表示直视 静默 人受 避害 柔顺的人 柔顺的人 十后 十后赫世 本章写到 大卫又一次 放过扫罗一命 尽管 就像前次在 文字底 旷野的一个山洞一样 那是这些 沙摩尔之上的二世章 至今他又获得 杀死 扫罗的良机 但大卫一人 不想干掉 扫罗 当晚大卫和亚比斯 来到扫罗 在哈基拉山的 云寨里 扫罗正睡熟 周围有冰丁 密集所复 但是 大卫成功地 践入 亚比斯 至高勇敢 要杀死扫罗 大卫阻止他说 不可杀他 由谁伸手杀 或者害 云和谎的受高者 而违罪呢 那是这在二六章 第九节 大卫只拿了 扫罗的枪和水瓶 给去 真奇怪 那时竟无人看见 也没有人起来 这些人是上帝 让他们全都 在睡门中了 在这段故事里 我们看见 那大卫的柔顺 他耐心等待 上帝在他身上的 霉誉 和计划的实现 依然做出 上帝 上帝眼中 看为正切的行为 大卫 以牙巴的交往的经验中 学识到 就是他不能 清晰地 清手拿他人的东西 大卫深信 上帝赏 凡凭公义行事的人 上帝神志 会使大卫的朝廷 与他和好 神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少我醒悟到 晚上发生的事后 再去向大卫认错 就记得 26章21节 他说 若有罪了 罗尔大卫 你可以回来 给你今日 看我的性命为宝贵 我必不再加害于你 我是福徒人 大罢错了 身为基督徒 我们应当 仿效再次摇摇 扫我性命的 那个个性 柔顺的大卫 假如我们 谈自行动 实质上就是 不信任上帝 报复只会让 冲突 勇无止失 冲击就失去了 以朝廷和解的机会 如果 你受用 意图报复别人的恶心 你愿不愿意 打消这念头 让上帝为你生命 但愿主持恩和美味 使得我们实在能够 有神那里的爱 有神那里的 一种柔顺的性情 使得我们能够 以所有的人都能够和好 使主的名 因作我们所行的一切 得到大大的荣耀 阿们 我们基督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今天 对我们每个人说话 使得我们能够 学习大胃的那种柔顺性情 使得我们能够 由你那边来的爱 因为我们 都有好多的仇敌 周围围绕着我们 但是我们求主你支持恩 使得每个人都能够 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帮助 使得我们都能够要素别人 能够与人和好 让你的名 因作我们 得到大的荣耀 感谢主听门祷告 再一半一小时间 叫做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